这个女人到底呆到什么程度 带着撒小孩出去玩 结果全给弄丢了 就在刚刚 艾玛正准备好好享受美食 结果碰上了康纳跟朋友串门 原来康纳在电视里看到了荒野穷生的节目 兴奋地表示 自己也得整一次 而小孩出行 得要大人陪呀 小林要加班 突然要去女服店教魔法 这不就只剩下艾玛了吗 艾玛为了能在托儿面前表现自己 更爽快地带着他们来到了山里 到了扎营地 康纳掏出鱼杆 跟财川去河边了 而艾玛对钓鱼非常的怀念 没钓一会儿 财川就蹦不住了 这鱼也不咬沟儿杂整 艾玛给出换锤钓地点的建议 果然两人双双成功 竟然把钓上来的鱼 当做午餐给扮了 艾玛看到大家吃饱喝足 自己就跑去耍水玩了 而翔太这时想去深处餐检调查 康纳跟财川也跟着去了 等他玩水了 后面的小孩是一个也没生了 这要让托儿知道了 想到这艾玛要炸了 赶紧开千里眼去搜啊 此时最优秀选手祥泰开入全场 一巴掌给艾玛的千里眼拍没了 原来柯亚老是偷看她 她对这种窥视 早已深得解决之法 这边的艾玛怎么搜也搜不到几人 急得冲凌树林一步乱找 财川催促祥泰差不多回去了 而祥泰表示 我们是顺着龙脉过来的 回去简直不要太简单 于是这边在疯狂的寻找 这边在游宰的散步 不得不说艾玛是真惨哪 此时几人想起来 走的时候好像没跟艾玛说 赶紧回到营地找艾玛 艾玛当然早就不在营地了 这时的艾玛 要被脑子里托儿鼻翼的眼神给折磨疯了 慌目择路 甚至看到熊都上去问路 好家伙 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想到小熊饼饼干的配方了 艾玛终于忍受不了了 这边财川已经被吓麻了 还好想他眼疾瘦快 直接给财川上了个睡眠buff 而康纳的婚外 也终于让艾玛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之后 三人为自己偷跑的事情 给艾玛道了歉 为了表达诚意 康纳掏出一朵小花当礼物 那是什么花 艾玛祖的为了 给你给了一朵小花 艾玛祖的 我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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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甘 甘 我为了 小龙 我为了